今天是新增了兩百五十例的本土病例 有二十六例死亡 其中有六人從確診到死亡 不超過五天 有七人是死後才確診 還有一位一百零二歲的女性 是目前死亡年齡最長的長輩 目前國內累計 已經有四百一十一人死亡 整體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三點二 高於全球平均的百分之二點一六 指揮中心也宣布 從今日起開放第一劑 接種不良反應者 可以混打不同廠牌的第二劑 新冠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週末十二號新增兩百五十例本土病例 其中以新北市一百三十三例最多 其次是台北市六十五例 基隆市十六例 桃園市十三例 苗栗縣九例 花蓮縣三例 宜蘭縣新竹市 彰化縣及台中市各兩例 高雄市雲林縣新竹縣各一例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疫情沒有惡化 仍要謹慎以對 並再次呼籲民眾 端午假期避免外出 有助於防疫 另外也新增二十六例死亡病例 分別為男性十七位 女性九位 其中有六人從確診到死亡 不超過五天 有七人是死後才確診 死亡個案中案一一六二一 為一百零二歲女性 是目前死亡年齡最長者 確診後兩天病逝 指揮中心表示 死亡年齡分佈 還是以六十歲以上長者居多 整體致死率為百分之三點二 高於全球平均致死率百分之二點一六 為了使疫苗資源有效運用 指揮中心也宣布 從即日起開放第一劑接種不良反應者 可以混打不同廠牌的第二劑 專家表示 歐洲研究發現先打腺病毒疫苗 AZ 再打mRNA疫苗輝瑞 BNT 血理上免疫反應更好 指揮中心重申一百二十四萬劑AZ疫苗 維持下週二十五號開打 請地方政府以目標族群施打 並訂定接種分流計畫 也請地方政府於網站公布接種計畫 報紙會中心 也要提供民眾諮詢專線 第一批配送的疫苗七十五歲長者 是以百分之二十七的比例去配發數量 至於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委託台康進口的輝瑞BNT疫苗申請 陳志忠強調 會有條件准許專案進口 盡最大力量協助 記住 蔣東翔 台北報導